第四場賽事,四班跑千四米 這組是3T的頭關 首選方面,我選擇了6號勁力威龍 今季的進步都很快 上季初的時間,跑BB班的賽事 然後跑深馬錦錶,第二,再踏入三班跑千四 就已經上名 當時在366場次,佳運內心的勁力威龍 三匹馬都是有一個佈速的優勢 好了,帶大家看看這場是440 勁力威龍在哪裡呢?藍眼罩 現在走出3、4碟 就是紅帽的走 而另一匹的主角,至尊高星 就是走在2碟6、3、黃帽 先說回這隻勁力威龍 前一場上名,圓蘭走得舒服一點 上一場排了外盪就沒辦法了 這個彎會更加走到4、5碟 入到直路的時間 走在2月23號,直路走外盪的馬其實相對吃虧 當日上半場,只有一隻外面上來的三元密魯可以贏 看似的勁力威龍完全沒有翻絲之力 但換了腳後,他就逐漸追上來 其實他都撲近了在圓蘭省了很多白寶袋 甚至乎這隻軍炮 所以我覺得上一場的勁力威龍比前一場的第三更加有進步 今次的排檔轉好 與其有內檔可以幫助這隻馬 前置馬裡,至尊高星 上一次初爆千四當年是勁力的 但今場有些怪獸都試 還有家應精彩都試了快腳 還有保羅全城 行運城都是快腳的馬 會不會影響了至尊高星呢?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勁力威龍 可以在前置馬後的那堆馬來跑 所以這次換河也是硬 所以先選了他 至尊高星,再看上一場賽事片 都是440 其實他都初爆千四 現在透了出來 其實表現相當之好 阿塞的馬都應該越跑越進步 只不過是輸給強組的對手 收完密魯之前都是跟高達威猛 正半開心的跑 鬥到回來最後幾十米才斷 這次二檔 可能早段也不需要上次14檔 用這麼多力馬來的 雖然沒見過他 真正正正在直路上追馬 靠大步 看看有沒有能走 所以他都算是機會分子之一 希望早段就不會給那麼多馬去燒 如果你說前面快步速 會不會益了關鍵時機呢? 今次有四班千四 其實前前後後的泥地賽事 甚至乎田草場路程都有 他都選這場千四 好 選回一場 他季立跑千四 跑得最好的3-3-1 關鍵時機當然是中距離馬 現在在尾 這場的3-3-1 步速很快 所以後上馬都比較好 正正今次第五場 就有四班千八的泥地賽事 他又沒有報道 是否真是搏這組比較快的步速 這次他排到的一檔 圓蘭都應該省到幾多位 而且這匹馬就有內閃 如果打右手的騎士 就比較有幫得到一隻馬 這場在外檔都越撲越勁 當然他都走著有利地 和有利部速相賺 看看他憑少級數 如果真的臨場是有得蓋馬 或者是部速適合追的話 又有權爭花直 而十二馬很有利 上次波仔都大力提供 做這個重心場次 贏就贏得辛苦一點 最後連馬斯也說 沒有想過要贏一條頸位來分勝負 他和騎完齊匪鐵塔威龍 都是出自強組三百四 很多馬都在那組中再出到贏馬 例如三元密魯 還有尾場的針妙星等等 所以這隻很有利 都不排除繼續進步當中的馬匹 要贏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他之前 都在四班千四百里 是經常跑近的 蝕了之形勢之下 所以包在配角裏面都可以 而另外 怪獸都市 如果臨場的私家衣服 真的好利放 縱使他少打搭 但是他始終都可以放在前面 就好 所以始終在3T或QT選 都要包回他一席 好了 第四場裏 波仔選了六號 勞勞力威龍 四日自尊高星 三個關鍵時機 和十二馬好友你